大家好我是曼斯德 今天我們要延續上一集的內容 又來做橡膠軸測試的第二彈 上一次測試中 普及聖劍保持金盤與鐵的配置 在只有更改軸性的狀況下 沒想到橡膠軸整個大翻身 因為聖劍本身大偏重與防暴的關係 讓橡膠軸的威力提升不少 而且大的偏重心 也讓橡膠軸在DB盤變得更加活潑 讓攻擊型的感覺有比較回歸 上次只有測橡膠軸的三顆 很多人也想知道其他的橡膠軸 還能不能有一樣的效果 今天我們再另外挑了六顆 首先有這個QC-軸 這個不曉得會不會跟X一樣 在場上可以有主宰力 再來是JL軸 這顆也是大家滿感興趣的 之前在平衡盤這個軸心也是很狂暴的 另外四顆都是異材質的複合軸心 首先是U-軸 這個中間的軸端是塑膠的 但是旁邊有一圈圓的橡膠 這顆我還沒有在DB盤打過 不曉得好不好玩 再來是MR-軸 這顆非常的冷門 但是軌跡很有趣喔 一樣是塑膠的軸端 外面有一圈星形的橡膠 有點像是U軸的變化型 再來是UL-軸 這個是可以二段加速的軸心 之前我有配過其他的陀螺 效果不是太好 不曉得聖劍能不能夠駕馭他 最後一顆是QT軸 裡面這個是四合一的軸心 我們今天就只有測攻擊型 就是下面有一整塊橡膠的版本 好那六顆軸心簡單看完之後 我們就話不多說 準備進入測試環節 那麼為了要公平 對手就跟第一集的對手配置是一樣的 然後陀螺的部分也是調一擊必殺的形態 那我們就開始吧 我們就開始了解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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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詞曲 李宗盛 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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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哇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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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7日子 7日子 2日子 rj t h t t h t t t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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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嗯 1920x10 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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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了… 為什麼要把這個人的刃 就像來把他們的刃 就像是一個刃 就像是一種刃 就像是一個刃 就像是一種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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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可以設置 召喚 召喚 x2 ray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-5-3-2-1 , 开箱 1-8-3-0-1 2-1 4-3-3-0-1 4-2 5-0-1 搬拌 把插槽子放上 把插槽放下 搬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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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看完以上的測試 沒想到比較有一面的QC跟JL 表現都沒有想像中的好 QC畫圈畫得太大 也就沒辦法向X4發揮小轉圈的威力 而JL是太快回中心了 有威脅性的時間不到10秒 而且這個軸心也因為太低 很快就讓陀螺魔盤 在DB盤真的是不太好用 這幾顆裡面的大黑馬是U-手 這個軌跡非常的奇怪 外加可以突然的加速撞擊 讓突擊聖劍變得很有威脅性 而且對上反向也不怕 只要這個軸心咬到橡膠突然加速 就可以把對方直接撞飛 然後MR-手打銅像也很不錯 但是要打反向就比較困難 這點還蠻可惜的 剩下兩顆表現就比較差啦 QT軸的重心提高讓整體打擊無力 然後UL-軸在啟動二段加速的時候 其實威力就已經降非常多了 所以也打不出他應有的力量 好 那麼這次的影片 有沒有跟你想像的一模一樣呢 這次的聖劍喪勢 讓大家可以再去注意 除了吸收以外的配置 我覺得也真的算是滿成功的了 那麼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測試啦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點個訂閱給個喜歡 然後可以在下面跟我留言做交流 感謝大家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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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